这个人每次在晚上喝酒之后 就开始瞎说这些关于车相相机的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制作人员没有每次都把它录下来 然后做成了视频 因为他们好像没有钱请人写稿 所以就让酒精当成了灵感 所以把我们这个小店 刚才就有个大哥来给我们送他小时候的照片 这种感觉 这个年代感 这就当时大的呀 知道吧 所以我们做这个其实也就是用心去把这个店开下去了 这个就完全是 但是呢 所有人都在外面做其他的事情 把这个店养的了 我们今天要就讲一个摄影 已经腐败了 所有人都在讲器材 所有人都在讲这些有的没的东西 就是玄玄 就是这个镜头多锐 这个东西多好 这个虚化多好 这个虚化的效果 这个这个郊外的 郊外的这个这个 texture you know 所以这些东西都好 我觉得完全就已经把这个 它的基本的这个文化都已经改变了 所以呢 我们就想讨论一下这个 然后给你们介绍一些 我们觉得特别值得推荐的一些相机 现在越来越多人想回到胶片 去玩胶片 但是这些人怎么说呢 说实话吧 我也没有这个权利去说 但是我说实话 就是觉得他酷 就是觉得没有见过 就是说现在年轻人玩这些东西 就觉得自己很厉害嘛 就90后吧 90后也算是一个很有权利可以说这个事情的 因为90年就是90后啊 就1919这个年代 要30岁了嘛 我们是唯一这个这个世纪看到看到的呀 我也是上次说过的嘛 就我们这个世纪是唯一一个世纪看到它 看到胶片转型成数码 一个最一个最黄金的一个时刻 就从所有的胶片 所有的 然后中间的那种异形 然后再到纯数码 就我们整个是目睹了这个过程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 因为当时还小嘛 所以没有注重这个东西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回想得到 为什么是从纯胶片到数码 这个转型的这个过程 所以我们就是目睹了这个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说一下 那我也不多说 我就介绍一些 相对来说 你如果想更加深入这个胶片一点的相机 就是而且深入这个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一个媒介的 一个比例的一个 一个文化 一个东西 就是那个叫什么的 我们做做做做文化 不是文化就是 信仰 不是信仰 那个 玄学 得味 艺术 就是 nostalgia 怀旧 情怀 情怀 对 就做情怀嘛 你说情怀在情怀 情怀到哪 情怀 这个是情怀啊 双反 双镜头 华为P20 反射的一个胶片相机 所以我们就说从傻瓜机 你觉得已经够了傻瓜机 哎呀 我要点情怀 我要点文艺 我要点复古 那就只能说是这个了 而且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还有一个非常简单 非常基本的一个120画幅的入门了吧 就是说这个是最经典 120画幅中最经典的一个 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平台 这种双镜反射相机 是一个全新的平台 它也也说也没有 和单反相比也没有什么突出的优点 也没有什么缺点 就是说他们他们都是可可互换的 就是意义 没什么意义 就是说他做这个和那个 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很特殊的平台 就是所有人没见过 带到街上就觉得有情怀 就觉得很文化 你戴个小眼镜 剪个小瓶头 穿个大袍子 然后背一个皮包 固宝 哎反正你再拿个笔记本 再看本人家世主 哎再拿本书 然后把这个摆桌上 这实打实的文艺 对 就这种人嘛 就出来的这种人 这种文化人 所以就推荐吧 就给你推荐一个 就我们推荐的机子就是 Yashica 这款相机我们在这边生意好的 全是他带来的 因为 卖出了很多台这个机子 这个机子相对来说在 在 6x6画幅用120胶卷的这个双反机子里面 这个是最最最便宜的一台机子 而且他的做工又很精良 然后镜头也好 然后他这个牌子也有历史嘛 海鸥也是一样 但是 人家就想 这真情怀人才用海鸥 不是情怀人就说我要陆来 我 我要陆来 我要蔡司 我要陆来 因为陆来是他的十组嘛 双反的十组 也是6x6啊 也是80毫米2.5呀 做了那我们也开始做吧 就 就开始了他的一些 山寨 炫富 然后 反正我们不说陆来 陆来这个 这个你你搞器材的话就这样吧 其实他们拍出来的东西 说不出来 你是用啥牌的 你用哈苏啊 你看我们也有哈苏啊 我们也有哈苏啊 为什么不一样 贵呀这个机子 这个机子有历史啊 这个机子有牌子啊 所以我们 我们不说这个 你就说 怎么能让你拍出 怎么能让你入门吧 中画服 为什么我们不介绍一些 中画服的单反呢 或者是旁轴啊 那些 把它画在 你的配件和器材上面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开始 第一它是很特殊的一个构图 它是6x6 横着竖着都一样 你不用担心 第二它是一个 全包 西剑吹全包的一个东西 它有 它镜头 有镜头 它有后背 它有机身 所有东西 取景器 全是全是在一起的 全是打包给你的 不像 不像是哈苏 你看哈苏 可拆卸镜头 可拆卸 后背 可拆卸 取景器 可拆卸 可拆卸 毛玻璃 对焦屏 算了不拿出来了 然后 哎呀我怎么把后背装上去了 可拆卸 这个 锅片 盖 啥的 反正 这个东西就不是给你用的 这更加是一个 这个机器 我跟你说你如果是 你如果是小文艺青年 你工作不是这个 你你拿这个干嘛用的 这个东西你如果是一个 商业摄影师 你如果 那那还适合买一个这个 所以 不讲他 不讲他 你看你要花钱到器材上 如果讲器材的话 所以这个东西是 这这这在国内卖多少钱 挺便宜的 反正你一千不到 一千多 一千多 你就可以 买一个这个 你还可以买一个全新的海鸥 一千多块钱 八百多块钱 你可以买九成新的海鸥 而且你还拯救国产事业 对呀你还 你还 多喝好水 对呀 现在海鸥还 还有 不是还有一条生产线吗 在 在什么上海老乡机博物馆 这个特殊 来我们对比一下 这个是个 这个就是六成六的底片 喂 so this is our new lightbox 六成六的底片 你看你已经退出了135了吗 那那那 135 哎呀135 这是六成六 你看大多少 这个这个lightbox很可以啊 所以 然后其他的 这个 这个645 645相对来说就是 就是 贵的相机了 645没有什么便宜的相机 除了那个 妈米亚的 1000S 但是 但是那些也要取景器啊 取景器和镜头啊 那些东西也不是 打包全给你的 六七八 然后 66呢 这个构图真的非常特殊 然后这些是 这个是69 然后还有个67 67 反正这个是 一个很 很 很特别的位置 开始一个很特别的位置 6成6 它是 用中画符 交卷 它可以拍12张左右 然后 645可以拍16张 67 10张 然后69 在后面 654 这个 这个就已经不说 性价比不高 这个 构图方面 我们有一个 我们有个 本地艺术家 第一艺术家 大熊 大熊同学 他 他就说 他有台哈速 他就说 他他无法驾驭这个 66的这个构图 他没有我牛逼啊 非常的 奇怪的一个构图 怎么说吧 就是说 就是6成6的构图 它不会辅助你 6成7 或者16比9的那种 它是有个长宽比的 它是让你很好的横竖的构图 但是6比6成6 它是 相当于给了你一个 界限吧 是 又是觉得好构图 又是觉得又不好构图 它是让你没有界限 因为都是一样的 所以 它是让你一个更大的眼光去看 看你的图像 而不是给你一个 规则在那里 像6成7 16比9的那种 就是它给你了一个frame 它给你一个框 它让你把它摆进去 但是6比6你 6成6你是 1比1的 这个东西 就完全是你的自由 1比1 6成6 一份真心 一份回报 什么 电影都是现在用16比9来拍的 就是宽屏的那种 你怎么拍都是风景 然后6成7呢 又是很 很专业的那种 商业人像的感觉 但是6成6呢 它是什么呢 它是很济世的感觉 它就 它以前都被人吧 像是 麦克尔杰克逊 他们都是用6 1比1的那个拍的呀 哈斯文 6成6啊 你懂 就竖屏永远都是抖音 竖屏啊 low 竖屏永远就是抖音 最开始感兴趣是从 135的 单反开始 就从专业的那些机子 像 尼康F3 佳能AE1 AE那些机子 就觉得很酷 我 我要在上面加大闪光 我要在上面加个大光圈镜头 我要加个手柄 然后我挂在身上 我觉得很酷 然后之后 过了那一段时间呢 稍微 深入了自己的这个 这个过程 这个思想过程 然后 就开始了 我们的傻瓜技 当时已经学会了所有的单反的一些方面的 所有东西了 我就说我会拍了 我觉得挺酷的 我风光了那一 那一会儿 然后我就开始 想找一个可以拍照片 可以不用去调那些东西 可以直接拍照片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已经充分了解了 胶片是个什么东西了 所以呢 就开始用我们的傻瓜机了 非常非常容易 安安安安安 出来胶片 然后又过了这一段过程 你看了 你看了一些对于胶片的一些书籍 一些纪录片 一些文化的方面 你了解了它的历史之后 然后你就开始去看一些画幅比较大的东西了 就开始了我们的中画幅的一个增长 所以 这就我介绍 为什么从这里开始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 因为它是一个一体的 而且呢 它可以让你再闻清一波 很多的时候 因为我小时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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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双方完全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但是呢 我每次 我就有这个印象 说到相机的话 说到复古相机 我第一个想到的 应该就是这个形状吧 因为 不知道你在哪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你就看过这个东西 但是你完全想不到你有天要用这个东西 所以 追根嘛 这就是 这就是十足 这也是个很很超值的一个极度 想要中画幅的话 如果再不行的话 没钱了 你可以再退一步 其实可以可以到我们的 呃 小厂 一些一些 这个是一个捷克产的 一台双反 完全不逊色 而且是非常 更好的一个 一个操作方法吧 就完全 你可以把这个卖了 买两台这个 i like the color i like the color 或者买一台这个 有国学大师 就是你如果真的要 呃 中国 龙的传人 我们 就来一台这个 然后呢 如果钱不是问题的话 你可以再升级 你可以再升级 2084 这牌子你肯定知道了 这个 它的208 很少见 再不行 再不行啊 再不行 来一台 来一台 喝了红牛的 喝了红牛的双反 这个是 喝了红牛的 可以完成 近距离对焦 所以 这个选择也是非常 非常非常多的 然后 这个就是 技能术 这个 这个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老法师 喜欢用这个东西 他就想 你看嘛 就拿这个来怼妹子 像这种东西 你只能一米开外 一米开外 你低着头 给他拍 这个呢 我靠 很丑啊 这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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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 你 眼睛 你得 对他眼睛 不能叫 这 哎 拍戏和蛙子 就是 你懂吧 反正 然后呢 再不行 你 再想要酷一点啊 那就只能是 经典中的经典 双反中的 炫富 露来啊 其实呢 一样的 我跟你说 这 这这两台相机 拍出来的东西 看不出来 所以 但是呢 你 你就想要 打光串 名字嘛 你想要 地位嘛 怎么说吧 这些都已经是 已经 被淘汰 好多个世纪的东西了 这些东西就已经 这个镜头的设计 这个镜头的素质 就已经 已经 我们的 我们 随便一家 现代厂商的 一个镜头就可以打过它 就相当地说 你拿这个镜头 和这个比 真的你看不出来 一个相机了 就是说你拍这个 你不是 你是 你是拍它的感觉 你是拍它的过程 你拍它的文化 你不是去 去 去看它的素质 你不是去看它的 就是它给你一种 这个 感觉上 再加上它出来的东西 让你 产生这种 幻觉 所谓的 所谓的这种 文化的幻觉 然后 能激励你 它是让你用时间去拍 它为什么会 它为什么会设计的成这样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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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要在这里看 然后它它里面的图是反过来的 哎呀 你要 parallel issues 你要动动动 然后你 你还得调一下 然后它为什么还给你一个他妈的一个 它为什么给你一个放大镜 就给你花时间了好不好 你拿一个 你拿个显微镜去看一个小细胞 你是要花时间的 这个就是得让你去构图 让你去花时间 它这个做出来就说明 你是一个知道你想拍什么东西的人 你知道你想拍什么 我们给你的这个部分横竖的构图 你可以在 这个同等的 横和竖里面 在这个框里面 你可以创造出来任何东西 它对你有信心 所以呢 你才会去用这个东西 它它只是一个工具 这个东西 你说 很多人就说 哦我小时候见过这个东西 我小时候见过这个相机啊 我家里人用过啊什么的 我觉得 这些是 一个非常 作弘的 非常不现实的东西 因为这个在当时 的年代 是很少人 有这个 有这个资格 去拥有一台像这样的相机的 要不就是贵族 要不就是新闻记者 要不就是一些 非常有权势的人 所以这个东西 当时 当时没有多少人 有相机 几个人有相机 所以当时就说 你说这是我的小时候的东西 这是你小时候的东西 这是你小时候的东西 那你 没用着 没见过 也没见过 在国外也是 所以就就为什么这些机子 它是相当于说是传家宝吧 这个是继承下来的东西 这个 这个 这个路来可能 就是 那个时候的 一个 顶尖的 摄影师 或者是一个 非常有作为的人物 他 他所用的一台东西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有这种 这个责任感在这里 你会觉得 我 我拿到了一些无形的东西 我不是说光拿到了这个 这个机子 我是拿到了它里面 蕴含的一些 感情 或者是 历史 文化在里面 然后你会觉得 你会去想 这个 在 在现代来 用胶片的话 是一个非常 也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东西吧 就是说 你要去花钱 你要去花很多的钱去 在 胶片上 所以你就会去想 去节约 去 去节约每一张相片 因为他给 只给你12张 所以 你在想构图 而且你可以想 他会给你一个 一个限制 就是说 你在 这么 这么细的一个 对焦范围之内 在2.8的光圈上 你是 怎么都对不好焦的 所以他会让你 想 想办法去 让你降低你的光圈值 去 看更多后背景上的东西 或者是 让你 做一个牺牲吧 这个可能就像 像是 宗教样的吧 这是你所 信仰的一个东西 它是给你精神上加成的 它不是说给你物理上加成的 这物理是退化 这怎么都比不上一个 数码卡片机 这是物理上退化的 这是让你精神上精华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为什么 为什么别人 别人说 我 我表达我的 我的这个宗教的这个想法 但是 我听人说 有宗教的 总比没有宗教的开心 为什么呢 他们有个精神寄托 他们把自己所有不好的心情 都寄托在了 另一个东西身上 所以它就是 一个这样的存在 就是说 你是感觉 我拿着这个东西 我心情好 我想去拍 不是说我拿着一个 没有故事的 一个只是用钱 所换来的一个工具去东西 你就你就没这个想 没这个欲望去拍照 没这个欲望去创造 所以 这个东西为什么是 就是给你拍感觉的 所以为什么是玄学的 这些东西 反正就很难说 但是 我觉得这 这个 6×6的双反是一个 非常好的 非常有意义的 非常有文化的 非常简单的 非常一体化的 一个 一个路子去把你的 120中画幅的世界给打开了一个 起点吧 就是说你如果再升级的话 你就 你就你就已经 你用了这个的话你回不去了 你用了哈苏的话 我已经有个顶尖的 120相机了 我已经有个顶尖文化的 120相机了 我 我还往哪走呢 我只能再往更高的画幅上面去走 所以 所以这个 起点 起点就在这 对 这个会指引你方向 而不是 把你放在某个地方 它让你自己去发觉 你该往哪里走 可能 可能你 你用了这个 你就 你就回不去了 或者 你 或者你 你 你在哪里说嘛 想起拍 你拍了这个 你不喜欢 你回去用这个 这个比这个比他好多 说实 说实话呢 我个人是 不喜欢 双反的 而且我 从来都不用他拍照 因为 因为 你也不用这个 我个人的实话吧 我之前有一台 有一台 50C 哈苏50C 但是 no power fuck that ok keep going I just boost up the ISO yup 所以之前我有一台50C 但是呢 我把它卖了 因为 第一吧 第一是我觉得 没钱 没钱 把它出了保值的东西 所以 还是那么多钱把它卖了 然后第二是我真真心 没有觉得它好用 而且 我没用多少次 所以呢 就说这个机子不适合我 而且 did you lose money like hundred bucks 没有 我那台机子是有问题的 fuck you man 反正 反正就那样吧 反正 我觉得 双反更是了 因为我 我觉得 首先 我觉得它 它太太太太 这个这个形状我不喜欢 我 我 我不喜欢这种很 蒸汽朋克的东西 我觉得有点非主流 no that's mainstream 你的GA645 是非主流 this is very主流 ok you more like automatic camera 我觉得 我反正我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个样子 我不喜欢 因为 因为它怎么说呢 想到什么 就是老头子用的一个东西 然后 然后它这个 然后它这个快门 也让我们也很没有快感 因为要有快感的快门是 必须得是一个非常 非常 非常有实感的东西 在这里 就是一个 这种声 而不是 而不是 不是个 反正就 反正就 没什么感觉 you don't like it I didn't slow you down anyway 然后呢 你还得低着头 而不是去看着对方 你是低着头看着对方 你是胆怯的看着对方 而且 而且你 你已经过了那个 构图那种东西 那种 take time 对我已经 我已经不想再花时间在 调教器材上面 按调教subject 我 我不想再调教机子了 我想调教人 Fuck you 所以 所以我个人是不喜欢这个的 但是 怎么说呢 也 也不能否认它是一个 非常经典的 一个 谁知道呢 可能之后又用上了 不知道 拜拜 嗯哼 所有的照片都不是我 所有的照片都不是我 you man 拜拜